好那接下来这一节的国会大现场呢 我们要来看到就是民进党的立委范云 她日前就是考量到机组人员的身心状况 所以她是强烈的建议 隔一的天数5加9变成3加11 结果现在呢本土案例大爆发 也引爆了民众的怒火 认为这是不是就是间接造成防疫破口的原因 我们来听一下国民党立委赖世宝怎么分析 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来关心到国会大现场 邀请到的是国民党立委赖世宝 委员好 那委员想问一下 这一次本土的案例从昨天206例 其实很多人都是人心惶惶的 那很多人就把矛头指向了民进党立委范云 因为过去她说了因为机组人员的身心状况 所以从原本的5加9 然后她去协调变成了3加11 人认为这可能间接导致了这一次的破口 那您怎么看 我认为要负责的人是两个人 一个是范云 一个是陈时中 范云把5加9硬改成硬强烈建议 后来录音党也出来 强烈建议叫3加11 但他是立委他没有行政权 最后排版的还是陈时中 陈时中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因为同党的 今天设身处地换一个场景 今天如果是国民党的立委这样建议他会听吗 我不认为就是完全是一个政治考量 完全政治考量 那我们希望7或者14或者几天 希望是根据科学的根据考量 而不是根据政治或者意识形态 这个很典型的看得到 第一个他为什么强烈建议 第二个陈时中为什么下这个命令 最后真正的下命令的造成这次疫情到爆发 陈时中陈时中也要负担责任 两个人都要负责任 那另外还有人说 为什么周玉寇可以比指挥中心还更早两个小时公布 而且是正确的确诊数 我认为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周玉寇甚至还骂说 就是嬉笑的说 问不到的记者才是笨蛋 那您怎么看 我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去纽西兰伊斯兰疫的 他的足迹被徐晓星把他降出来 就被指挥中心冒得要死 他可能要处罚干什么的 那这个里面已经有相关的规定都有嘛 你不能够擅自的公布这个资料 这种东西资料一定要疫情指挥中心来公布 否则的话就是触犯相关的规定 那后来发现陈时中还是蛮包庇的 就变成说数字讲数字有什么不对呢 数字讲一下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觉得防疫是同作战 这个防疫是大家一起来 不要分蓝绿 那很清楚的看得到陈时中独厚绿色的 独独的对蓝色是很严格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是总统标准 陈时中到底的一个政治防疫指挥官 他其实已经累了 他现在已经hold不住了 我们强烈建议啊 苏正昌把这个指挥群收回来 苏正昌自己来接这个指挥官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有人想问一下现在本土案例大爆发 有人认为说是不是这个快筛普筛真的是做得太慢了 或者是应该要普筛那您怎么看 这个就是过去的一个迷思 我们现在外媒笑门 过去是防疫的一个磨碗生 现在才了解 现在才知道啊 就是因为在盖牌啊 他不普筛不快筛 所以都没有啊 快筛陷入原型了 原来台湾也是有栽情的 也是蛮严重的啊 这个新加坡一个礼拜七十几个人 这个就确诊 他马上就采取非常激烈的行动 接近封城了 那所以他对外的一些什么泡泡旅游通取消了嘛 那由此可见 其实我们过去的亮丽的数字 是陈时中盖牌盖来的 他不对机场旅客进行普筛 不快筛 所以有这么好的成绩 现在一普筛一快筛就出来了 地方政府不快筛 我们绝对支持 中央不做地方来做 现在已经是到了三级的防疫 他规定了 室内不能够超过五个人 那我就问指挥中心呢 我说人家上班呢 动辄几十个几百个上千个 他才讲不清楚啊 我们立法院只休今天一天 我们明天又开会了 我也很担心 我认为立法院要开会不是不可以 要先进行快筛或者普筛 进来立法院的塞一次 有没有油热水确诊 没有了 我们开会 有的话那也得了 这东西 立法院全国最高国会的殿堂 这个在这里来讲的话 这个我认为对所有的要开会的立委 所有的助理进到立法院的院区 包括记者 通通应该进行一次的快筛 或者是普筛都应该需要 那谢谢委员 今天来到这边 来跟我们一起进行国会大对台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了 其实防疫这个阶段 应该是要团结的 那像委员刚才也呼吁了 就是像是快筛普筛 这个本来就是去年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是延到今年才开始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 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说 在防疫的上半场 全球视台湾为防疫模范生 那在下半场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还是要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再让防疫破了弓 那么以上是在国会最新 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